新北市新庄区连事两天惊传枪响 丛林路上有一间民宅 10号先被开了两枪 没想到隔天更恐怖 同一间民宅前又被开了六枪 警方锁定犯案车辆包抄夹击 逮到了五名嫌犯 他们疑似因为毒品纠纷 主嫌犯毒怀疑被害人是内鬼 通风报信给警察 才会犯人开枪警告 连续两天被开枪 二楼窗户跟门玻璃都被打破 千疮百孔 这边警方还在找蛋壳现场见识 另一头刑警直觉 在泰山的公园路跟黎明路口 一小时之内拦截开枪嫌犯 拖出车外当场压制 主嫌林姓嫌犯才19岁 10号先到民宅开了两枪 警告一位农后 隔天凌晨又带四个人 回到民宅门口连开六枪 第二次了吗 第二次了 嫌犯开枪专挑屋里灯亮着 人没睡的时候犯案 态度嚣张 初步调查被害理性男子 因为日前持毒被警察抓 他向警方公称 毒品是19岁理性男子提供 这一下待机大条 理性嫌犯觉得他是内鬼 觉得被出卖 开枪警告泄愤 前后包夹犯案车辆 现场查获犯嫌5人 警方在理性嫌犯车上 搜出两把作案用的BB枪 还有好几把刀 为了增加威吓感 他们第二次开枪 还带了震爆枪 拿出来才发现不会用 子弹掉了满地 很落残 无名嫌犯 有三名未成年 甄讯后依恐吓 毁损罪嫌 移送法办 记者刘慈周聪林 讲目语 新北市报道